河北农村老太去世 一悟发现八路军借据 京洞政府查明他真实身份 在河北省成德市新德县的一个小山村里面 住着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她看起来和中国普遍的农村老人都差不多 每天都下地干活 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屋生活 然而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这位普通的农村老太太 其实她还有着一重特殊的身份 在她的身上曾经发生了一段历史的经变 1982年老太太因病去世了 她的儿子朱海青在给她收拾遗物的时候 除了一些旧衣服以外 还发现了一大大纸张 经历了几十年的岁月洗礼 这些纸张早已经破旧泛黄 似乎稍微一用力就会破碎一般 儿子小心翼翼的把他们铺开来以后 发现大多数纸张上面的字迹都已经模糊了 但是经过仔细辨认 还是能发现这是一张张戒具 而且是当年八路军部队开出的戒具 于是她拿着这些戒具找到了当地政府 希望他们能帮忙查询一下这些东西的来源 因为时间太过久远 当地政府将这些戒具留下来以后 并没有找到这些戒具的来源 直到六年后的某一天 一辆军车开到了朱海青上班的公司门口 从上面下来了好几位政府和军区的领导 小伙子 你叫朱海青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冰儿啊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 站在朱海青的面前轻声问道 嗯 老人家 我妈妈一直喊我冰儿 朱海青客气地回答道 这时 这位老人突然激动了起来 他对身边的人说道 是了 是了 就是他 小名就叫冰儿 这位来找朱海青的老人叫李韵昌 他的身份十分显赫 以前曾担任过异东地区的红军总司令员 你能告诉我 你母亲现在好吗 我们找了他很多年 近期我才无意中听说了他的消息 李韵昌再次对朱海青说道 李韵昌却在朱海青口中得知 自己苦苦寻找的人早已在六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现场一下子就陷入了沉默之中 两久以后 李韵昌采用十分伤感的语气说道 我们来迟了 恩人已经去世了 他当年可是救了我和所有红军的命啊 临行之际 李韵昌询问朱海青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 承诺 只要他提出来 国家就一定会尽力帮忙的 朱海青却摇了摇头说道 母亲在世的时候 一直教育我要自力更生 我没有什么要麻烦国家的 同年六月 当地的县政府领导 民政局领导 以及人务部领导 大家一起到这位老太太的墓前进行了调研 并且进县了花圈 1912年 张翠平出生在河北省承德市新农县的一户贫农家庭 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由于贫困 所以张翠平四五岁的时候 就显得比同龄人更加的懂事了 稍微大一点以后 他开始帮助村里的大户人家放流 跟着母亲上山挖野菜干农活 兵荒马乱的年代到来了 无数的中国老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1930年 年仅18岁的张翠平惊人介绍后 嫁给了同村的一位村民 朱电坤 次年冬天生下一子 取名朱海青 那个时候农村人都相信给男孩子 娶一个女娃的名字会更加好养活 借着那年冬天格外寒冷的原因 张翠平和丈夫朱电坤商议以后 给孩子取了一个小名 冰儿 1931年9月18日 清华日军单方面挑起战争 进攻沈阳 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 东北三省很快就沦陷了 企图在极短的时间里占领中国全境的日本 很快就占领了承德全境 当时在承德周边 也有一支抗日游击队在频繁活动 他们拿着简陋的武器 坚持不懈的和日寇进行着游击战斗 1933年年底 张翠平的丈夫朱电坤在地里干活的时候 突然看到几名日寇路过 于是他赶紧跑到了草堆里面躲藏了起来 他突然听到了一个重大的情报 日寇已经摸清了抗日游击队的所在地 朱电坤直到傍晚才回到了家 他赶紧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妻子张翠平 夫妻二人经过商议后决定 一定要把这个情报送到游击队驻地 告诉他们赶紧转移 当晚朱电坤匆匆扒了两口饭 他辞别了妻儿 然后摸黑往山里走去 直到第二天凌晨天刚蒙蒙亮 朱电坤已经临近了游击队的驻地 突然他的背后响起了一声枪声 原来上百名的日寇已经从后面摸了过来 游击队员们在听到枪响以后 他们赶紧打起了精神 游击队立刻进行了紧急的转移 过了两天 游击队员发现了朱电坤的遗体 经过打听以后 将其送回了张翠平的家中 此时他们才知道 这个人是因为给游击队送信 才给日寇打死了 游击队队长十分感动 他深深明白 没有这枪声 游击队必然是损失惨重 他们将张翠平母子二人 接到了游击队出地 以便能够随时随地照顾他们 在跟随游击队的期间 张翠平学习到了很多进步思想 张翠平成为了队伍里面的 一名妇女代表 每到一地就动员当地的妇女们 做后勤工作 张翠平做得最多的 就是和妇女们一起给前线的战士们 缝补衣服 编织草鞋 制作干粮 1941年 日寇开始对八路军红色根据地 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 战士们损失惨重 张翠平对此是看在眼中 急在心中 为了让战士们能喝上一口西粥 她把自己装扮成了一名老太太 开始奔走在周边各个城镇 想尽一切办法为八路军队伍筹粮食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 张翠平整整筹集到了三千多斤的粮食 八路军领导们 刚开始是不愿意收的 因为人民的军队是绝不会拿人民一针一线的 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 张翠平总是苦口婆心的劝说 你们都饿得没有力气了 怎么能砍得动枪啊 为了早日赶跑日本鬼子 你们就一定要收下 最后 部队领导们经过商议以后决定 收下这些救命的粮食 同时 他们也怜悯给张翠平开了借据 1912年年底 林韵昌率领的异东军区三百余人 在经历了三个月和敌人的周旋之后 来到了新隆县附近 晚上部队驻扎在了张翠平的老家霍达村 两天后的下午 李韵昌突然收到了一封情报 说 在成德县城内的日军部队 集结了七千余人的重兵 三百对七千 这仗怎么打 李韵昌当时就急坏了 李韵昌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动员 他神情数目的说道 兄弟们 来的敌人有七千多个 横数都是一个死 大家跟着我杀出去 杀一个够本 杀两个赚一个 就在所有人都四死如归之际 前来给八路军送饭的张翠平 拦住了李韵昌 他说道 大家先别急 我知道一条小路 只要走过去 敌人就找不到我们了 就这样 在那个冰天雪地的环境下 张翠平带着李韵昌等三百战士 经历了一个多小时的行军 穿过了七八个山洞 大部队终于翻越了这一片大山 李韵昌把这件事情深深的藏在了心里 一九八六年 距离张翠平去世已经六年 在李韵昌的执意要求下 朱海青同意带他去母亲的墓地看看 这件事情还是惊动了相关部门 后来在政府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一起前去吊咽张翠平 看着眼前破旧不堪 简陋矮小的墓碑 这位昔日在战场上铁血针针的汉子 却替不成声 随后他轻轻地抬起头 无限悲痛地对朱海青说道 李的母亲张翠平同志 声明大意 他一心为了国家 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清国英雄